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近幾年台灣的天氣越來越熱 冬天的時間也越來越短 沒錯,這不是我們的錯覺 最近有專家指出 如果全球暖化再繼續惡化下去 台灣可能會在 2060 年就會完全沒有冬天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拯救世界的SDGs吧! 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最近幾年,全世界不停在發生嚴重的天災 像在今年的夏天 德國、荷蘭、義大利等等的多個歐洲國家 發生了破紀錄的大洪水 造成至少200多人死亡,損失高達831台幣 而在稍早的時間 北美也出現了有史以來最高溫的紀錄 加拿大甚至觀測到49.6度的高溫 北美因為高溫死亡的人數接近800人 這些世紀洪災、世紀熱浪 為什麼那麼巧的同時發生? 學者們認為,原因很有可能是全球暖化 已經來到前所未有的嚴重地步 在台灣,雖然還沒有發生嚴重的氣候天災 但大家應該都有感覺到 最近的夏天變得越來越熱,雨下得越來越少 有研究警告,未來台灣缺電、缺水的問題 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對各行各業的發展,都會造成很大的打擊 好的,那我們都知道氣候變遷很可怕 但是要怎麼樣做,才能解決問題? 今天志祺七七收到了環保署的邀請 接下來,就讓我們跟大家一起來看看 各國政府為了氣候變遷,做了什麼事吧! 氣候變遷影響的範圍太大了 只靠一兩個人的力量,沒有辦法完全根絕問題 必須要團結世界各國,一起來推動改變才有機會 所以在2012年,聯合國召開了永續發展大會 召集了196個國家的政府代表 和200個公民社會團體,一起來討論說 人類到底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2015年,聯合國根據這次的討論結果 定出了17個永續發展目標,也就是所謂的SDGs 這17個SDGs,分別瞄準了17個全世界最緊急的問題 除了我們今天談到的氣候變遷、環境問題之外 還有像是消除貧窮、促進性別平等、推廣教育等等 在這17個SDGs的核心目標下 還詳細地定出了169個細項目標 為每個想參與的國家,都提供具體的行動指南 目前,全世界有100多個國家都同意參與這個計畫 而台灣也很快的,就跟上了聯合國的呼籲 定出了自己的台灣永續發展目標 2015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出爐的隔年 台灣就啟動了自己的永續發展計畫 這個計畫,用了兩年的時間 經過很多次的研討、跟專家諮詢 向民眾搜集意見之後 最後在2018年,定出了台灣永續發展目標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疑惑說 既然都是要做永續發展 那為什麼不拿聯合國的來用就好呢? 幹嘛要自己定出一套來咧? 這是因為,每個國家面對的永續發展問題都不太一樣 所以聯合國提出的SDGs,只是一個大方向 讓大家可以參考這個標準 再按照自己實際的狀況 定出一個更本土化的版本 那台灣的永續發展目標 跟聯合國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首先,最明顯的是核心目標的總數不同 台灣永續發展目標總共18項 比聯合國SDGs多了一個非核家園 再來,每個目標的具體內容也有點不一樣 比如說,像是聯合國的SDGs6是淨水與衛生 重點是確保所有人都能用到乾淨的水和衛生設備 因為台灣比較沒有缺乏淨水的問題 所以在台灣的核心目標6裡面 就把這一塊擴大為提升整體環境品質 除了水資源管理之外 還加上減少污染、加強垃圾處理、資源循環等等 另外還有像是SDGs9的部分 聯合國的目標重點在於建立現代化基礎設施 像是建造公路、公共交通、網路等等 那因為這塊台灣的進度也相對成熟 所以在台灣的永續發展目標9 就把重點放在綠色運輸上面 像是提供更多公共交通、服務民眾 在偏向地區建設更方便的交通設施 然後規劃更多的綠色運輸等等 但不管是聯合國的SDGs 還是台灣永續發展目標 其實都是希望能夠多管齊下 從經濟、環境、還有社會各方面 全面提升人類的生存阻境 不過,因為影片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來看看 其中兩個跟環境有關的目標 看看大家都提出了什麼樣的解決方案吧! 剛剛提到的台灣永續發展目標6 全名是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據理來說,可以歸納成三項 就是改善衛生措施、水資源和污染管理 還有廢棄物管理 這裡面跟我們最相關的 可能就是所謂的廢棄物管理 也就是大家每天都在做的資源回收了 其實要解決環境問題 資源回收就是一個最簡單有效的方法 因為如果能確實地做好資源回收 一來可以減少人類垃圾對環境的污染 二來同一個東西能多用幾次 資源使用的效率就會變高 人類開發的需求也會減少 那資源回收要做到多少才算是確實呢? 這個答案可能每個人都不一樣 但是在日本,有一個叫上盛艇的小盛 就曾經設下了100%資源回收的超狂目標 在日本有超過7成的家用垃圾 都是用焚燒的方式來處理的 可是在2000年的時候 東京郊外一個叫上盛艇的小鎮 他們的垃圾粉化爐 因為達不到空污管理標準而被迫關閉 陣上的垃圾,需要運到很遠的地方去焚化 費用也很不便宜,讓鎮民們非常頭痛 所以鎮民們後來就決定 不然就用回收來代替焚燒吧!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 上盛艇的居民把廚餘都做成堆肥 每個垃圾也很仔細地分類成13類45種 分別進行回收 如果發現東西的狀況還良好 就送到二手用品站去,任免費讓人淋去 2003年時,上盛艇宣布要在2020年前 全面停止焚燒和掩埋垃圾 變成一座零垃圾小鎮 去年計畫截止的時候 上盛艇的回收率,竟然達到驚人的81% 等於說,每個人產出的垃圾就只有原來的20% 雖然還是沒有成功達成零垃圾的目標 但上盛艇的成就,還是非常讓人佩服 這個經驗,被很多國家媒體報導 啟發了世界各地的人 跟他們一起進行零垃圾挑戰 台灣這幾年也在努力推廣零廢氣的目標 而2020年的時候 我們的家用垃圾回收率達到62.71% 不過在台灣最大的垃圾來源 其實是由公司航號或是工產產生出來的廢棄物 所以下一個努力的方向 就是要讓這些廢棄物也能被再循環利用 像是在去年,環保署就開始推廣 一種叫做固體再生燃料的酷東西 這個技術能讓從造紙葉、紡織葉不要的廢棄物裡面 分出可以燃燒的紙、塑膠或纖維 經過加工之後,變成工廠可以用的鍋爐燃料 因為造紙和紡織葉 本來就需要用到大量的鍋爐燃料 SRF 一來,可以把他們原本就要丟掉的廢棄物 再利用減少部分的成本 二來,使用SRF來代替石化燃料 也可以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減少工業生產對於環境所造成的壓力 說到溫室氣體,我們就可以接著來看看 跟氣候變遷最有關係的台灣永續目標13 台灣永續目標13,全名是 完備減緩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裡面的目標,包含加強氣候變遷的應對能力 提升民眾的環保意識,減少碳排放等等 最後的所謂碳排放,指的是人類日常生活中產生的溫室氣體 也是造成氣候異常最關鍵的原因 所以這幾年來,全世界都非常重視各種減碳行動 不過,進行減碳行動的時候 大家常常會遇到一個很無感的問題 因為碳排放,看不到摸不到 我們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也不太確定自己減了多少 這些行動到底有沒有效? 針對這些問題,國外有些APP的開發商 就想出了一個有趣的機制 有些APP一開始會問你幾個問題 通勤用開車還是捷運,多久買一次衣服 每個月電費多少等等 每個答案都會被換算出一個具體的碳排放數字 讓我們看到自己一年會生產出多少的溫室氣體 另外,也有些減碳、APP 會更進一步透過連結信用卡的方式 從我們每次的消費裡 自動推算出我們的碳排放量 但計算個人碳足機的動作只是第一步 這些APP還能讓你跟全國平均碳足機比照 如果你發現自己的碳排放量超出平均太多 他們會提供一個機制,讓用戶、用戶碳費的方式 捐錢給有需要的環保團體,抵消掉自己的碳足機 而這些APP的營運團隊宣稱 他們的用戶在一年內抵消了一萬多噸的碳 捐出了4000多萬美金 在世界各地種樹、保護雨林、發展乾淨的能源 用這樣的方式,這些減碳APP 讓我們認知到自己的每個小小的行動 都真的能為環境帶來影響 而減碳行動也不再那麼的無感 前面談到的這種繳費抵消碳排放 比較屬於個人的層次 但在最近幾年,針對企業行號的類似機制 也越來越被重視 像是歐盟支委會今年就宣布 未來進口到歐盟的產品 必須要先交出生產過程的碳排放報告 然後再依據產品的碳排放量繳交碳稅 而類似的法規,未來也預計在美國、日本 也很有可能會推出 因為台灣產業的碳排放非常集中 在全球減碳的趨勢下 這些高碳排放的廠商 很有可能會失去很大的國際市場 為了幫助台灣的產業轉型 未來環保署希望修訂出 新的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一方面,訂出計算產品碳含量的方式 協助廠商掌握和改善自己產品的碳足跡 另外一方面,也增加徵收碳費的機制 把收到的碳費用來發展 國內的低碳技術和綠色產業 讓高碳排放的產業 也能用這種方式達成碳中和 加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一開始看到全球暖化或氣候變遷的議題 我們常常會覺得涉及到的問題實在太大 不是我們可以解決的事情 但這次在查資料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了,從國家到企業到個人 大家能夠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而對於讓我們印象深刻的 這個《零垃圾小鎮上盛艇》的例子裡面 就有居民提到說 雖然一開始覺得要把垃圾分類做那麼細很麻煩 可是時間久了,就慢慢習慣了 而就是這樣一個習慣的改變 竟然就可以把整個社區的垃圾降到只剩下20% 這個故事讓我們發現說 其實只要我們每個人願意多做一點點事 確實是有可能為環境帶來改變 打造一個更好的台灣社會 所以今天想要邀請大家 從生活中挑選一件小事開始做起 可能是把冷氣調高一度 喝飲料的時候想拿一根吸管 每週選擇一天吃素 或是考慮到我們合作夥伴環保署的 全民綠生活資訊平台上 記錄自己的環保行動 更清楚地掌握自己的簡單歷程 讓我們一起為了台灣永續,並且努力! 最後,想來問大家的是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台灣永續無目標! 那麼,今天的C777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